Lun Sang 老闆 老闆 我們今天本來請過來 幹嘛 老闆平常會玩IG或網路 吃飯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 我們現在去看看 今天網路上很夠多 可以讓你看一下 看影片然後呢 要幹嘛 這配飯也太 沒有味道了 我點進去之後 不是會撈球的狗 有年紀的人就會講這種話 有可中啊 媽媽要水了 我去叫媽媽來了 水很燈 你別拉 你拉我了 你放他 把球掉進去了 板子 哇 這個可能嗎 可能的部分就是 的確啊 這隻狗教得非常厲害 我覺得是 設定好的情境 包含他有訓練 小男生在那邊 然後要去咬他的衣服離開 他有訓練 球在水裡的時候 他會去咬網子 撈這個球 你說他就是日常生活中 剛好碰巧發生的 這樣的事件 然後狗狗去做這樣 我是有所保留啦 我有沒有想過 這個很暖心的故事 這個影片 想要表達到底是什麼 我在看 狗狗是真的讀得懂人這樣子嗎 他就是覺得 像我覺得 經紀人跟製作人有時候有病 是一樣的意思 他就覺得是一個遊戲 你今天心情不好 難過 生氣 因為跟平常不一樣 所以狗狗會覺得怪怪的 他當然自然就會去做一些 試探測試 撒嬌 因為你的樣子跟過去不太一樣 所以他會有反應關心 這是很正常的 我覺得這一集出來之後 我們大概會被罵 所以其實我很少看狗狗的電影 你這要消暈吧 你在教外小孩 我只是想問那隻狗 是被綁在那邊嗎 應該不是罵 是流浪狗罵 跟在家裡拆家裡的沙發 拆家具是很接近的意思啊 但的確可以看到這隻狗 拆得很開心 尤其像這種 是有拆過痕跡的 狗狗拆得是更嗨的 跑掉了 那我來 你把私密訊息念出來 女人 如果你一直遇到糟糕的男人 你真的在念我的私訊 那真的是你的訊息 一個朋友的訊息 一個朋友的訊息 不是女朋友吧 不是 那我好尷尬 認真幹 好啦來我們正題 快樂小熊 快樂小熊 這種影片我很喜歡看 真的 動物有時候在相處上 真的是很奇妙 不過我要說的是 我們的生活跟日子 或者是動物的生活 過得很好的時候 才有和諧的畫面出現 狗真的會從外面 被朋友回來 是牠自己帶 還是人家跟牠回家 很難說嘛 畫面看起來 它好像很好 就很多時候 在影片都是設定好 或者是配上字幕 所以你會 進入這樣子的情境 你媽的頭髮破壞 這真的可能嗎 一隻狗要摘張另外一隻狗 沒有什麼摘不摘張的 這個很多時候像這種都是經驗 今天牠咬了什麼東西 破壞了什麼東西 吃了什麼不該吃的 人就會拿一個東西 這是不是你幹的 是不是你 所以像前面那隻拉拉 牠就明顯緊張害怕 一開始牠有一個抬腳 收腳的動作 再來牠有一個繡紋的動作 牠是在繡紋喔 牠不是用頭說 不是 牠是有點類似裝盲 就怎麼了 不關我的事啊 不要傷害我 牠很緊張 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辦 我相信主人應該是 給他唱 或者是當下 這樣的經驗 曾經牠有被罵過 那當然這隻在發抖的呢 也有可能是緊張 也有可能是很急的 想去吃 那手上好吃的東西 當然也可能牠怕被罵 所以牠會緊張到發抖 天啊 我覺得這個企劃 可能只能做一集 因為一切東西在熊八眼中 都變得好無聊喔 不是你們而已 不是影片而已 所有我們上課的主人 就是會講故事跟女人 那我還跟著主人一起笑起 哭了 然後就真的是這樣 那我們都不用教課了 是不是 啊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S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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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u沒有哭 S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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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就像是哭得哭 咦 沙克 請問多少個問題嗎 你問什麼嗎 嗯 就最近也常常看到一個在街頭藝人唱歌的 然後他都會抱一隻貓 我們一起學貓家 一起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個鳥 愛用喵喵喵喵 其實他這個喵或這個呃 是經過加強訓練過的 有可能在某一個機會情境 然後他出現了這個呃的動作 其實不了解大家在跟他說什麼 可是他會記得一個情境 就大家講話講一講 然後呃 不管講什麼 呃呃呃好不好 呃 其實我相信他會叫 只是對他來說這個呃 更有效果地得到關注 呃 呃屁啊你 咻幾天 一過三更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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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잘� - 等一下! 回來www - 等一下! 我們的 Gurubi 請 vot. す! nation - 清楚旁? vivid PARINS - 完全在等他懂一個人的 - 我悶不著一下 - 同意的解決決數字 liegt在等他 - 沒有瞰 跟你講 真正就是這麼多日本可愛的柴犬的影片 台灣才會一直養柴犬 因為都覺得柴犬很乖 其實就是有訓練他 向他進龍 他就會乖叫他上跨 老實說他就是沒聽話 但主人還是很開心 不然他前面在動的時候 他其實就應該叫他回去 重新來過 怎麼可以一直跟他說 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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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狗一直在動一直動 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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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還把他吃掉 那真的就不是訓練 是一個才藝表演 沒有什麼不好 當然就是大家會覺得 哇這個猜拳超可愛 你聽起來沒有奶了 沒有啊 滿可愛 我做了一種的回憶 我做了一些迷惑訓練 的迷惑訓練 可以嗎 會有一點緊急的 準備好嗎 現在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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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没有学好 很正常啦 因为这只狗看起来应该很年轻 那当然我们再看 就是在训练上还不够熟练 因为你可以看这主人的动作 在叫他下口令的时候 一直在扯绳子啊 拉绳子 其实这都不是很好 这都会让狗狗是很紧张 所以他会有这么大的动作反应 可能跟他紧张焦虑有关系 然后主人下口令的这个讯号讯息 又太过复杂 只能说 嗯 要找熊爸上课 其实我没有想要讲的很多 他只是觉得是一遍很好笑 我的狗狗已经拖了 它是一群羊 它是拖了我的脸的表情 看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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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o ba do b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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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o ba do 看這個影片啊 就會覺得狗狗真的很天真可愛 很多時候是人自己所想的 或者是經過設定出來的 但狗狗本身的反應 他是很真實的 他其實不是真的學主人的表情 其實我們在教學會這樣 就是我們會跟他說 傘傘傘乖喔 好棒 他會知道這樣的表情是好的 乖 突然間 就是一個生氣嘛 所以主人笑一下突然 幹嘛怎麼了 他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突然主人又笑 他又沒事了沒事了 但老實說 這個呢 其實有可能對狗狗是壓力跟傷害的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你到底現在想幹嘛 老婆拜託不要這樣子 對啊誰知道他每次在氣什麼 突然間就 就這樣 然後咧 不會甜 所以其實 人跟狗的眼神的視線 是一個挑釁的行為 除非你現在在跟牠說話 在跟牠互動 在跟牠玩 或是說訓練 牠會知道你現在看我 不是在生氣 但你突然什麼訊息都沒有 然後一直看你家的狗 牠會害怕 緊張 有壓力 所以其實這是有傷害的 那我們今天先拍到這邊 讓我們先到這邊 配飯 那個 不要再 不要再 今天這一集呢 真的是本來我也不知道要拍這些 拍完之後 我覺得還蠻舒服 還蠻開心的 將來 大家 你們自己狗狗家裡的影片 還是你有發現什麼樣有趣的影片 都可以投稿熊霸Google的IG 也許我們又可以再做一集 影片的解析解說 讓大家對於狗狗的行為 能夠更加的了解 好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霸Googl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